我们的挑战继续 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一组短片 来看一看下一组选手的路人抢先听 我想起来我的第一个工作 先要骑自行车到地铁站 然后挤两班非常拥堵的地铁之后 下地铁再坐公交 所以我觉得这个歌 真的是非常能体现 像我们这种在北京打工的心酸 我感觉这首歌的歌词 还是挺贴合我们这些在北京上班族的 然后这个旋律内容我觉得都是挺好的 写得不错这首 大家一起合唱的时候 然后本来这是一个挺温柔 挺感动的一个旋律 不知道为什么就听起来就感觉 就是像在演艺处幽默搞笑剧一样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加油女孩团队 掌声欢迎 看到了没有 中国传媒大学的第一个特色 学员形象亮丽 这个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台上的这些同学呢 是来自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音乐表演专业 这位同学们来我们这个舞台上 介绍自己是次要 主要是他们也是带着自己的原创剧目来 我在北京挤地铁 是音乐剧加油女孩的一个选段 先问问吧 同学们为什么学这个音乐剧专业 因为热爱 喜欢唱歌 喜欢唱歌 每一次看音乐剧的时候就觉得热血沸腾 因为音乐剧这里边有唱 这里边还有表演 对不对 而且还有很多感动的故事 对 没错 那平时你们都会在哪里表演呢 就是我们参演这个加油女孩的剧目 等于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第一个作品 这是一个原创作品 对 这是一个原创作品 加油女孩 假如让你们用一句话来形容 觉得最吸引我们的会是什么 是比较真实的一个学生故事 所以当你们在演的时候 应该会比较容易共情吧 对 非常容易共情 那你们今天有没有给自己的作品 起一个关键词啊 我们的关键词是双赢 双赢 因为我们的专业继得到了进步 然后我们也通过这部剧 我们得到了实践之后 也得到了更多的演出机会 所以我们这个剧的关键词就是双赢 这个对于我们目前在校的学生来讲 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 很珍贵 就是很多经典的这个音乐剧 剧目啊都是国外来的 对吧 对 本身这种艺术样态就是 它是一个博来品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本土的观众来讲 如果是我们自己原创的 可能就是不会有那种距离感 对 共情 对 会很共情 音乐剧目前在我们国内 还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上升期 所以等于是需要你们共同努力 大家一起 加油 对 然后让我们中国观众可以看到 更多优秀的原创的 属于我们中国的音乐剧目 对 当然我希望就是这部剧就有机会 好吧 好 那今天咱们这些人是要共同表演 对吗 是的 那给你们100秒的时间 这个确实对于音乐剧来讲短了点 但是更考验你们的演技和唱功了 有没有信心 有 面前的黄金通道 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舞台 100秒倒计时开始 勇气勇气 凌晨闹人的勇气 先下欧尚 礼貌全都不见 勇气勇气 早已疲惫不堪 先下欧尚 只能欲望无前 跳到凌晨为了加班 想要逛个咖啡一起八天过半 只顾一日大事业记着 没有早餐 没有人说早安 都说我这样的人物 即在换车车站 打下一场又一场的空位争夺站 老的少早高大还在旁边受的 关了什么我也没有空 我还记着这般北京地铁 只希望能够与你多相见 难道一辈子记北京地铁 为你的誓言是否能实现 我还记着这般北京地铁 我们对明天又同样信任 不愿意被刺激北京地铁 总有一天我会被你看见 谢谢唱梅大学的同学们 给我们带来的这段表演 接下来有请现场的黄金观众 投票 看看咱们观众都说什么了 加油女孩 加油男孩 加油北京 这个音乐剧主题没出来啊 哦 说唱节奏不大准 黄色衣服男孩音色好听 好 点出来了 现场的观众也是各书己见 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结果 黄金大幕 请升起 其实说到这个音乐剧的选段啊 我在北京挤地铁这个名字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你想到奋斗 想到打拼 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 挤地铁 也真的希望能够把这个作品 好好的雕琢 好吗 但是接下来 我们看一看刚才的表演 有没有赢得现场观众的支持 我们来看结果 好吗 3 2 1 哎 还真美成啊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啊 是刚拍的吗 哦 观月头 愿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 这张现场100秒表演的相片 我们作为一个永久的纪念 送给同学们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 愿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 对 衷心希望这个作品能够精雕细琢 完善起来 成为我们中国的经典 好吗 加油 加油吧 好 谢谢你们 赤金子总会发光 再见 一会儿坐地铁回去吧 好嘞 好